邪王铁手造型奇特两根手指异常突出 能够轻易夹断寻常刀剑 配合铁纸神弓天下含有敌手 皇宫中也有一把上方宝剑 乃是天外云铁锁柱 相传可上斩昏君下斩密尘 甚至还有莫测威能 斩妖除魔不在话下 当这两件宝物对上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金碧辉煌的大殿中 本应庄严肃穆的气氛 却是一片哀伤 九王爷反叛 叛军即将攻入皇宫 皇帝虽将两位太子 连同传国玉玺与上方宝剑 分别托付给侍卫长方正与古龙 还未启称 九王爷的叛军已经杀进大殿 为了保护两位太子 皇帝自问剑下 侍卫长古龙只来得及将叛将除掉 带着两位太子与信物冲出重围 为了在宫外又撞见了九王爷手下高手 火将膳食火焰威力极强 刀声烈焰能将人瞬间点燃 水匠擅长水盾 可在水中自由穿行 两大高手令大内侍卫损失惨重 两位侍卫长只能分别突围 李正带着大太子逃到野外 碰见了早已等候在此地的九王爷 大内侍卫虽强 却强不过九王爷的铁纸神功 李正健壮假意投降 出席不意间偷袭 也为立寸功 反被一指击断长枪 被王爷一招击成重伤 幸得两位同伴拼死托住 李正才能糊口逃生 他本是少林俗家弟子 一路奔逃至少林寺戒律院 这里有三位隐士高人 号称三傻大师 因违反四规被住持处罚到此 二十年不得离开 李正伤重难以活命 临死前将大太子交给三傻大师 连同传国玉玺一并托付 而古龙则是带着二太子 利用水下通道成功逃脱 顺着暗道来到丞相府里 丞相也对九王爷的逆反侍主行径 深恶痛绝 不顾风险收留古龙二人 对外声称二太子是自己孩子 取名王子太 转眼二十年过去 大太子已经成为少林弟子 法号道行 跟随三傻大师修行 三位师父虽然看上去疯疯癫癫 却是实打实的少林高僧 精通少林绝学易金经 每日也不教道行武功 只是不停地戏耍他 在不知不觉间 便将易金经倾囊相授 而道行本身也是天资聪颖 尽得三傻大师真传 武功不俗 即便弟子中的大师兄 也不是他的对手 哪知这大师兄心术不正 欺负道行不成 反而当众出丑 因此对他怀恨在心 甚至勾结九王爷不重 狼狈为剑 而丞相府中 王子太也生得风神俊朗 跟随古龙学习剑术 剑法高超以真知化境 剑他武功已是清出于蓝 古龙提点他 虽然剑术极佳 但内功方面还是欠缺 想要向九王爷复仇也是很难 必须继续隐忍 等待时机 这二十年来 九王爷权倾朝野 甚至扶持一位傀儡皇帝上位 邪天子以令诸侯 但即便如此 他依旧没有放弃对两位太子的搜寻 一日听闻手下上报 丞相家的公子与太子年纪相仿 九王爷立即来到丞相府上 却见到王子太一身书眷气 不甘心的王爷出手试探 指使手下对其拳打脚踢 王子太知道自己还不是对手 将仇恨深藏在心中 即使贴纸离双眼只差寸许 也没有暴露武功 暂时打消了九王爷的敌意 但经此一事 丞相等人明白 暴露是迟早的事 而九王爷的铁纸神功过于霸道 除非去少林寺学成一金经 才能有一战之力 为了避难 也为了学武 王子太当即决定前往少林寺 少林寺中 助持命大师兄带人下山 为一户人家作成法事 大师兄假公祭司 不但让道行陪着一同前往 还让一窍不通的他来主持法事 这户人家的女婿刚刚去世 只留下妻子一人孤苦伶仃 那只夫妻二人生前恩爱 丈夫死后依旧纠缠不休 化成鬼魂 附在妻子身上大开杀戒 大师兄奸诈直接跑路 留下道行一人苦苦之称 刚要离开时 正碰上王子太 王子太当即拔出上方宝剑 发出一道浩然正气 令鬼魂现行 再接一剑将其斩灭 事情解决 道行带着王子太前往少林 回到少林后 大师兄带着十二护法 闯入戒律院 颠倒黑白 指责道行 牺牲同门自保 有师父撑腰 道行自视不惧 施展拳脚 激斗十二护法 借助梅花庄与众人周旋 十二护法的缠障 施展不开 被熟悉地形的道行 轻松击破 只能灰溜溜逃走 此时 王子太也打上了少林寺 只为求得少林绝学一金经 一位高僧早已被九王爷收买 号令十八罗汉出阵 围攻王子太 十八罗汉人多势众 又精通阵法 王子太一人难以匹敌 很快就被一掌重伤 随后又被少林囚禁起来 大师兄带九王爷手下进入密室 就要秘密处决王子太时 道行出现 事事拦下 武功了得 轻松击退几人 将王子太救下 刚要离去时 却早已被劫住去路 两人自知 有口难辩 为今之计只有强行闯关 十八罗汉再度施展阵法 两人分而攻之 一人牵直上方 一人横击下方 煞时阵行四分五裂 但一众武僧人多势众 利用金刚圈困住二人 幸好三傻大师 欺满出关 轻松击溃一众武僧 临走前还将一个包袱 丢给道行 失知九王爷打败西夏国 逼迫西夏圣女进京为非 王子太商议 不如趁此机会 除掉九王爷 道行最好侠义 当即同意 道行在京城客栈落脚 却发现九王爷已经闻训前来 恰逢膝下圣女感到 道行训即出手 将大师兄击毙 趁着众人被动静吸引 翻身钻进圣女坐轿中躲避 入夜 轿子被抬进皇宫 道行直接现身与皇帝见面 通过交谈得知 如今的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 为此在王子太前来刺杀皇帝时 不仅处处维护皇帝 甚至一个不小心出手重创对方 两人也因此骄恶 王子太在河边独自懊恼 却遭遇水火二将杀来 这两人各有绝技 王子太一时难以匹敌 幸好道行及时出现 二对二 道行两人自视不惧 道行率先解决火将 水将也被王子太一箭斩杀 男人的友谊就是这么奇怪 方才还在针锋相对的两人此时重归于好 等到二人赶回丞相府 却发现已经遭遇九王爷毒手 只有丞相与古龙尚有一息 道行扯下不匹 要给他们止血 包袱中的传国玉玺顺势调出 丞相当即认出 道行就是大太子 兄弟二人得以相认 很快 九王爷带人攻上少林 道行二人适时赶回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 一人身怀一金经内功无双 一人手持上方宝剑剑法超群 纵使九王爷的铁纸神功更进一步 但毕竟年事已高 体力早已不是两个年轻小伙的对手 只能依靠坐轿与两人周旋 不时表演坐轿的多样性用法 横着用转着用自由滑行螺旋升天 简直是将坐轿的玩法开发到了极致 当然 这并不妨碍道行一招掀翻他的坐轿 当场让九王爷摔了个四脚朝天 当下恼羞成怒在王子泰持剑刺来时 一招夹住上方宝剑就要夹断 却不想当场打脸 反被宝剑斩断铁手指 但没了邪王铁手 还有金丝软甲护体 二人见招拆招 分而攻之 上下加攻 一棍将九王爷脑袋都砸进了肚子里 故事的最后 王子泰带着传国玉玺继承皇位 而道行甘愿放弃皇子身份 正是剃度出家 此剑名辟水乃是大禹治水的三宝之一 剑身柔长 可在内力的作用下弯曲如蛇 于不可思议的角度下击杀敌手 碰撞时阴如滴水动听悦耳 搭配避水剑法又快又腻 重这伤口似被如刀细雨刮过 如此明鉴 又会引出一段怎样的故事 八百年前 有天竺僧人罗摩来到中原弘法 物法十九年 练成绝世神功 罗摩元祭后 遗体被人盗走分为两节 世间传言 罗摩遗体蕴藏妙法 得知不但可修成神功 甚至能够肢体再生 江湖最神秘的暗杀组织黑石 也对此志在必得 传闻半句罗摩遗体 被当朝首府张海端所得 黑石组织 遂派三大顶尖杀手 细雨雷斌与采戏师 率领众多杀手血洗张府 细雨则是带着半句遗体就此消失 心腹邪宝叛逃 黑石首领转轮王怒不可遏 召集大批江湖杀手 发布悬赏令 与除掉细雨 自此细雨所过之处 尽是杀手恶客 虽凭借名剑屁水 与绝世剑法无人可敌 然而江湖是条不归路 一旦踏上便再难抽身离去 为了躲避无休止的追杀 细雨找上为人 易容治病的李归手 以重金请求其为自己 换腹容颜 从此不再杀人退隐江湖 至于缘由 还要从血洗张府说起 那一夜他正欲带着 罗魔遗体出城 撞见未死的首辅之子张仁凤 灰剑将其斩杀后正要离去 一个戴法和尚拦住了他 乃是迟来一步的陆竹 之后 心存度化的陆竹与细雨 纠缠了三个月 陆竹身为少林不是奇才 佛法武功据是第一 时常用一双银快与细雨对决 领得细雨向来依仗的 辟水剑法也无可奈何 经过多日交锋 陆竹指出 他的辟水剑法尚有缺陷 所以手持银快 将自己悟出的四招剑法 传授与他 最后更是以自身性命 为他度化 细雨也碎了他的院 准备隐居避逝 经过李鬼手 施下换脸之处 三个月后 细雨换了一张脸 从此化名增进 葬下过去 在京城中租下一间房子 从此愿做饭部小民 就此终了一生 但时间总会有不期而至的相遇 京城中 有一带人跑腿的快递员 名叫江阿生 自从街头小摊前的惊鸿一瞥 每当下雨天 总会风风火火的出现 帮他收拾货物 也总会不经意间偷偷看他 时而两人在同一屋檐下避雨 茫茫雨目下 两颗心在不断的接近 之后在没人的牵线下 两人顺理成章走在一起 自此粗茶淡饭香濡以沫 日子虽然平淡 却充满温心 然而意外总会突如其来的发生 这天夫妻二人来到钱庄取钱 撞进了一伙恶匪 上来二话不说 便点了所有人穴道 待轮到江阿生时 曾静在后轻机吸窝 至时点在其身上的力道软了几分 自己也佯装中招软倒在地 忽问手下报信 衙门差一即将来到 领头人便叫手下杀人灭口 江阿生竟是亮亮枪枪站起了身 情势危急下 曾静只得出手救夫 未曾持剑只是赤手空拳 与匪人对战 却还是会不自觉 使出曾在黑石的武功 所以为了不让他们 记住自己的脸 将所有匪徒刺下 之后 曾静将丈夫带回家中 心知再也瞒不住的 他本欲开口 却是被江阿生抬手制止 无论他曾经是何等身份 他只知道如今他是自己的妻子 曾静也顺势不再言语 哪知 黑石将匪人领头自牢中提出 首领转轮王更是亲自追查 身为曾静见到恩师的他 通过复盘得知了他的武功路数 确定了他细语的身份 随即命手下发出信号 召集挥下三大金牌杀手进京 喜欢在屋顶扇面条的雷斌 凭借一根神线索 来物影去无踪的彩戏师 以及替代细语的新人叶湛青 此女生性残暴 因不满媒妇之言 于新婚之夜藏刀杀死夫君全家 随即被转轮王救出精心调教 次日曾静回到家中 桌上多了三块黑石 知道自己已经被黑石发现身份 便用迷烟将丈夫迷倒 取下了藏在房梁上的屁水剑 打开所有门窗 静候杀手寻来 半夜三大杀手带着一众手下上门 一眼便认出了他细语的身份 因为脸壳一变 气度却变不了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时 转轮王事实出现 声称只要曾静交出半句罗魔遗体 再帮他夺得另外半句 就可以放过他与丈夫 不然便突进与他相识的所有人 曾静被拿住命门 只能同意 前往城外的云河寺 将所藏的半句遗体拿出 与彩戏师来到钱庄 银黑石得到献报 这夜钱庄主人要与空同派 紫青双剑交易另外半句遗体 眼看紫青双剑人心不足 蛇吞响 竟是钱财遗体都想要 反倒便宜了曾静二人 等到曾静寻迹追出 彩戏师早已将双剑中的女子解决 夺下了另外半句遗体 未料彩戏师竟突然反水 眼见遗体在手就要据为己有 转轮王等人适时出现 彩戏师当即就要策反雷斌与曾静 欲集结三人之力共杀转轮王 曾静不愿再卷入争斗 放下自己带来的半句遗体就要离开 不料夜战轻突然出现 执意要与这个前辈过招 剑与剑不断撞击 剑势如风迅疾的同时饱含杀意 彩戏师则是拔出双刀 双手一挥 令刀锋浮现一层烈焰 近身与转轮王捉对厮杀 一时间竟与转轮王斗了个旗鼓相当 唯有雷斌未曾出手 一直旁观 内心似是极为挣扎 但他并非孤家寡人 想到自己的妻儿 他不敢赌 射出飞针 拦下想要逃走的采戏师 接着手持短刺杀向曾景 招式间不时混杂着刁钻的飞针 正是他作为金牌杀手的可不知处 与此同时 采戏师已经近落下风 挥舞斗篷召来火炫 阻拦对手视线 却还是被转轮王一剑刺穿左肩 正于用无往不利的身仙锁穿命时 却还是在半路被转轮王一剑穿身 绝计身仙锁就此失传 至此场中只剩下了曾景 为了转轮王早已背下后手 当初教授曾景辟水剑法时 就在其中四招留下破绽 让德本与他相差无几的曾景 立马落入下风 甚至其手中的辟水剑也被打落 拼尽全力才逃得性命 等到他回到家中 告诉丈夫赶紧逃命 若是自己没有追上 关于他的一切都埋藏在云河寺 话音刚落便因失血昏厥 贾阿生却是未逃 只是将妻子放在床上盖好被褥 将所有门板拆下 一如之前曾经所为 接着便开始挖地砖 只为找到自己藏了很久的剑 前来灭口的雷斌与叶战青走入屋中 看着这个从未被他们放在眼中的人 做着奇怪的举动 叶战青以剑点指言辞轻蔑 贾阿生却依旧面色淡然 转身打开土中剑盒 取出双剑中的白柄剑 却是宝剑蒙尘 秀气斑斑 引得雷斌二人一阵嘲笑 贾阿生却不管不顾临阵魔剑 随着魔剑声越来越大 雷斌逐渐面色凝重 射出飞针事态 也被贾阿生挥剑挡下 飞针与剑碰撞 发出阵阵金玉之声 随即长剑磨下最后一技 一段剑鸣不绝于耳 贾阿生挑来布匹 抹去秀技 不得不承认 所有人都看走了眼 宣辑 贾阿生以剑提剑 剑鸣参丝 取意参丝不齐 剑身一长一短 一黑一白 看着这似曾相识的两柄剑 雷斌不敢置信 想起了曾经被黑石所杀的 首辅之子张仁凤 当初张仁凤被细语一剑穿心 常人必死无疑 他却因心脏天生长在右侧 咸死还生 经过李鬼手一致与易容 这才成了如今的江阿生 在场杀手皆非他敌手 一旁的黑石杀手 被他尽数斩杀 雷斌射来飞针 被江阿生挡下 抵住飞来的桌子 射出最后一枚飞针 却被江阿生极限躲过 反被一剑刺在心口 叶湛青则是向曾经扔出屁水剑 自己向着窗口逃去 虽然捡回一命 但却还是被江阿生剑气所伤 待回身时 雷斌也不见踪影 原是临死前 还想再见妻儿最后一眼 吃着妻子为自己留的面条 脚下鲜血已留了一地 而暴露身份的江阿生 不再隐藏 先是将妻子送到李鬼手处疗伤 再来到转轮王一处隐秘住所 将罗魔遗体盗走 随即来到皇宫找到转轮王 谁能想到叱咤江湖的黑石首领 真实身份 竟是一个九品太监 费尽心思抢夺罗魔遗体 只为重回男而身 江阿生以罗魔遗体为隐 与其约定在云河寺决一死战 罗魔遗体是他重为男人的希望 为此转轮王只能应约 而江阿生则是来到云河寺 将增进所藏物品取出 终于确定了他细语的身份 当秘密揭开 也就不再是秘密 江阿生率先翻脸 一点点讲出实情 说出自己心脏在右的隐秘 说出自己为引出黑石组织 故意接近他的真相 剑剑直抵咽喉 却是怎么也落不下去 往日相处的点点滴滴 绝无虚假 任谁都能看出他心中的不舍 曾经明白了他的心意 趁江阿生不备点了他的穴道 为给他能在几个时辰内 气息全无的归西单 接着一剑刺在他左胸 常人必死可他心脏在右 带转轮王来到此处 至于叶战青 因发现他太监的隐秘 嘲讽的同时就要拿钱走人 却被愤怒的转轮王瞬息自主 生生被激活埋在石桥之下 此时看着地上生机全无的江阿生 虽然心有疑惑 却并未理会 罗魔遗体才是他的首要目的 曾经事实持剑出现 言称他永远不可能弥补缺陷 注定就是个九品太监 接连两次被挑开伤疤的转轮王 当机暴怒 曾经奋力抵抗 但剑法武功据是转轮王传手 剑法破绽更是为对方所留 是以处处受制 伤痕不断增多 辟水剑更是在一招不慎被对方夺下 重伤倒在江阿生身旁 转轮王则是要向他展示真正的辟水剑法 曾经则是想起陆主所教他的四招剑法 拔出江阿生身上的参差短剑 这四招剑法既是补权 也是克制 转轮王一时不察 未曾发现曾经换了武功露数 每次交锋都会在自己身上留下剑痕 直到曾经一剑刺在他的心口 这才不敢置信地看着曾经 万万没想到 撑也屁水 败也屁水 曾经则是伤势过重 倒在江阿生不远处 清晨 旁观所有的江阿生这才恢复 看着倒在地上的妻子心如死灰 却惊喜地发现曾经尚有声息 这一刻所有的仇怨都灰飞烟灭 他只想陪着他共度余生 两道身影离开寺庙 从此共化丧麻 相守相依 这是一柄会哭泣的剑 剑身曾沾染无数鲜血 一旦拔出 剑名都会伴随着冤魂的悲气 剑主乃是最强剑客 剑法灵力能顺杀敌手 无人使其一合之敌 甚至可以刀劈子弹 当东方的刀剑遇上西方的枪械 谁又能更胜一筹 这个男子面容森冷 向着自己水中的倒影丢出飞刀 倒影渐渐被鲜血蕴染 一个蒙面武士自水中浮现 男子瞬息拔剑 剑锋携带着雪花绽放寒光 随即更多的武士自水中冲出 男子面不改色 剑尖斜指缓步前行 独队庶名高超剑客 稍息踏步冲杀 剑光一闪即逝 身影已在敌人背后 雪雾弥漫开来 逐渐被浓雾掩盖 男子名叫贝迪 是一方世家流派的最强武士 来此便是奉师父之命 将死敌门派彻底铲除 江湖分钟从来无关对错 更何况是绵延数百年的世仇 凭借着登峰造极的剑术 贝迪秋风扫落夜板 将对方门派踏平 而前方是他最后的敌人 一个懵懂无知的女婴 贝迪正欲随意将其解决 拔剑的手却犹豫了一瞬 此时风拂过树梢 花瓣随风落下贴在了她的脸庞 女婴笑了 笑容纯净无暇 贝迪正要随手取下花瓣 见女婴似要落泪 又将花瓣贴回 看着女婴多云转情 她的内心泛起了一丝波澜 向来无情的剑韧 从此有了情 贝迪带走了女婴 决心背叛师门 剑出无痕将追兵解决 哪怕这些人曾是她的同门师兄弟 即便看似人畜无害的旅店老妇 也是伪装偷袭的杀手 面对无穷无尽的追杀 贝迪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信息 带着女婴登上远赴彼岸的船只 将自己的剑从此封印 来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偏远小镇 看着这几位少见的东方面孔 小镇居民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贝迪不慎在意 此次前来就是为了投靠自己的好友 但矮字八丸字告诉贝迪 她的那位朋友早已过世 只留下了一间破落的裁缝店 然而贝迪的师傅来到旅店 找到了她遗留的线索 所以召集所有手下夺取了一艘船只 准备来一场跨越大洋的追杀 面对茫茫大海 师傅表示不要看 要听 那个声音一定会出现 小镇里女婴不停啼哭 但贝迪一个操汉子哪里会带孩子 还是对她好奇的美女来临帮她解忧 帮助贝迪将裁缝铺改成了洗衣店 还教授她如何清洗衣物 贝迪借此在小镇安定下来 在这里 她不但认识了作为飞刀手的莱琳 邋遢罪鬼罗恩 还有曾经作为马戏团的团员 这里没有勾心斗角 她可以放下所有戒备 与其他镇民一起娱乐 在荒凉的土地上种植植物 与他人一起劳作 在这里 贝迪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 与所有人一起沉浸在祥和美满中 一日 威迪发现莱琳走进一片墓园 这里埋葬着她所有的亲人 多年前 小镇也曾一片繁华 直到来了一伙盗贼 尚处青春的莱琳 被献给了盗贼头目上校 这民们敢怒不敢言 莱琳奋起反抗 将滚烫的油锅 泼在上校脸上 在对方脸上留下疤痕 奈何还是没能逃脱 被上校一枪打中后背 所有家人都被迁怒 而他只能眼睁睁 看着亲人生死 莱琳虽顽强活了下来 但亲人逝去 成了他永远的伤痛 他一直希望能够报仇 奈何扔飞刀的技术 依旧很烂 为了报答他的照顾 贝迪决定教他如何用刀 莱琳颇有天赋 但缺少指导 在他的指点下 很快就能百发百中 多日的相处有了信任 贝迪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 曾经他的父亲是个农夫 却在一日被一个剑客杀死 竟然只是为了试试自己的剑 自此 贝迪便立志要成为最强剑客 莱琳听后 取下脖颈上的项链 将母亲留下的遗物送给了他 希望可以抚平他的伤痛 贝迪回赠给他一双短刀 莱琳兴奋不已 不经意间 发现柜子里被封存的长剑 贝迪告诉他 剑一旦出鞘 就会哭泣 这声音会毁掉所有的美好 之后 贝迪闲暇时教授他刀法 通过勤奋练习 莱琳的刀法大有长进 日子愈发轻松温馨 两人的心也逐渐贴近 直到圣诞节来临之日 镇迷们起舞狂欢 曾经的强盗再度来袭 不但心狠手蜡拿镇民取乐 甚至用鞭子缠住罪鬼脖子 骑马狂奔 倒脱折磨他 躲在暗处的莱琳 一眼便认出那是仇人上校 为了阻止他因复仇丧命 镇迷们将他绑在小黑屋里 碑狄也将他的双刀取走 不料莱琳还是弄断了绳索 打扮一番去接近上校 想要通过美人计复仇 却还是被上校识破 与此同时 碑狄得知莱琳前去复仇 思量许久 还是将佩剑解封 远方的师父立刻心生感应 命令手下暗计前进 另一边 莱琳就要遭劫 碑狄持剑破窗而入 剑势如风 迅即将所有强盗斩灭 正当他挥剑斩杀上校时 莱琳挡下他 打算亲手报仇 上校顺势抓着他撞破窗户 眼见上校就要逃走 莱琳沉寂心神 扔出飞刀 瞬间将上校击落马下 然而还是低估了对方的狡猾 上校利用替死鬼成功的逃脱 此事过后 碑狄准备离开 因为剑已出窍 追兵避讳寻来 摧毁与他相关的一切 这民门请他留下 因为上校同样会聚集团伙 前来复仇 出于情意 碑狄留了下来 而罪鬼罗恩 则是带着众人挖坟 未料当棺木打开 里面竟是满满的枪支弹药 曾经 罗恩也是一名强盗 是名出色的狙击手 直到膝盖中了一箭 而妻子被人寻仇杀害 临死前 嘱咐他放下枪支 这才终日戒酒消愁 决战之日 镇民们严阵以待 背敌持剑站在镇口 远处是乌鸦鸦的强盗团 上校派出仙头部队杀过来 等到强盗们越过花园 一道强光淹没了一切 原是罗恩在摩天轮上 打中了埋藏的炸药 黄沙顿时将所有强盗吞噬 烟尘之中 飞敌身如鬼魅 快速收割着残存的强盗 尸布一杀 事了服依去 强盗们冲入马戏团 遭遇了罗恩自上而下的攻击 强盗们恼羞成怒 纷纷爬上摩天轮 等到他们爬到顶点 罗恩却顺着揽声离开 原来他早已在摩天轮上布好炸药 随着一声巨响 强盗死伤大半 剩余的强盗追逐而来 镇民却突然止入脚步 房顶上密密麻麻的黑衣武士落下 将他们包围 沉默肃杀的气势令所有人失声 一个强盗作死挑衅师傅 随着师傅一声令下 所有武士腾空落下 更多的武士向卑敌追来 但卑敌无愧为最强剑客 剑气肖瑟将所有追兵斩杀 为了应对武士的袭杀 莱林将女鹰送走 可等二人解决敌人 上校却趁机夺走了女鹰 卑敌一路追来 强势将门外守卫解决 上校用女鹰威胁 但卑敌不以为以腾身挥剑 一击便将手枪斩断 卑敌没有继续动手 因为他要将对方留给莱林 上校自以为这下能占据优势 却不知莱林刀法大有长进 最终死在了莱林的手中 两人正与离开 门口一人已等待许久 正是卑敌的师傅 花瓣从天而降 两人相约在野外决战 卑敌率先出剑 却被师傅殉疾挡下 恍然间意气曾经 师徒二人亦是如此 曾经师傅送给他一只小狗 他便视若珍宝 身为武士更作为杀手 必须做到绝情绝义 为此师傅命令他将心爱的小狗杀死 哪怕这原本是自己送给他的礼物 画面一转 师傅面色依旧 脖颈上一道血痕 却渐渐浮现 临死前的话语好似诅 卑敌赢了 他依旧是最强剑客 一场花雨埋葬了一切 故事的最后 卑敌走了 却将女鹰留了下来 他是杀手 即便告别了过去 也无法摆脱宿命的纠缠 为了保护所爱之人 此生注定死亡如风 长扮身侧 这柄剑乃是赫赫有名的金蛇剑 乃是绝顶高手金蛇狼军 纵横天下的武器 剑身弯曲如蛇 好似黄金所处 配上独门暗器金蛇锥 威力无穷 势涵有敌 这个青年误入一处洞穴 哪知这里竟埋藏着 18年前武林第一高手的武器与秘籍 还附带着一张藏宝图 洞主号称金蛇狼军夏雪仪 多年前 石良派温家作恶将下家灭门 只有金蛇狼军一人逃出 不知从何处得到神兵金蛇剑 由炼成一身绝顶武功 当即送上挑战信 声称必会诛杀温家武师人 辱妇女师人 而且他说到做到 每次在温家大开杀戒后 都能轻松脱身 一日金蛇狼军又前来温家 将温家小姐温仪掳走 与其他阴险狡诈的族人不同 温仪性格温柔坚真 简直是出于你而不然 有次金蛇狼军被温家跟踪 一路追杀至洞府 金蛇狼军凭借高超剑法 游走于人群中 一手刁钻凶猛的金蛇锥 震慑温家众人 美人消磨英雄制 就在金蛇狼军即将杀掉作为家主的温仪父亲时 温仪的一生请求让他准备放了对方 可没想到家主又在背后偷袭他 他本能持剑反击 但还是看在温仪的面上放过了对方 自己却也身受重伤 温仪本可以就此自由 但还是不忍抛下金蛇狼军 不离不弃尽心照料 终于打动了金蛇狼军 严征为了他 今后再不会追杀温家族人 日久生情 两人渐渐生出情愫 金蛇狼军将温仪送回温家后 本打算寻到藏宝图上的地点后 带着他远走高飞 却被温家家主当场撞破 温家看上去也接受了事实 约定双方停手 名媒正取 哪知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温家为了得到藏宝图 在吃食中下毒 金蛇狼军未曾防备当即中毒 随后又被强逼 闯温家五行镇 金蛇狼军中毒难以支撑 苏醒后被温家挑断金脉 在被压解寻找藏宝图时 艰难逃脱 与此同时 明朝末年 著名将领 元冲焕抗击清军 崇祯皇帝中了敌军反监计 下令将元冲焕处以极刑 一代忠勇之士蒙冤而死 朝廷缉捕元冲焕家属 只有一位雅奴 带其子元成智逃出 不辞辛劳 赶到华山派 将元成智托付给华山掌门 掌门念其父忠勇 破例收下元成智作为关门弟子 转眼17年过去 元成智已长大成人 他有一位师叔 武功不在掌门之下 两人不时下棋 赢一局 元成智做一天杂物 输一局 师叔教他一样功夫 久而久之 连师叔都自认不是对手 彼时陕西大闹栽荒 掌门广邀江湖好友 筹集善款准备救灾 元成智因混员工还未圆满 师父命他一个月后再来救灾 也就是在这期间 元成智无意间寻到金蛇狼军的洞府 他生性好逸纯闪 得见金蛇狼军遗体便要为其安葬 挖地三尺建到一个大铁箱 在其中看到三封信件 打开一看 正是金蛇狼军生前落笔 若是承袭安葬 需要再挖三尺 元成智本就不是为贪图宝藏而来 所幸好人坐到底 三尺之后又挖到一个小铁箱 这时旺风的哑巴叔叔发出警告 事宜即将有人前来 元成智立马将两个铁盒重新埋下 在两个人到来之前藏好身形 两人正式温奖叔侄 看出地上的土被人冻过 立即着手挖掘 不多时将大铁箱挖出 叔叔还怕暗算让侄子动手 自己躲在一旁观看 侄子开启机关 果然相中射出毒箭 立时身死 叔叔这才上前拿出金蛇秘笈 纸张干燥 叔叔不时用手指沾口水翻页 未料纸张也含有剧毒 叔叔同样命丧当场 元成智感叹金蛇狼军心机之身 还是在挖出小铁猴后将遗体安葬 之后元成智继承了金蛇秘笈 废寝望时修炼金蛇剑法 就连金蛇狼军的独门暗器金蛇锥也炼制纯熟 同时寻到了一张藏宝图 声称需要前往石梁镇 将其交给一个名叫瘟疫的女子 如今金蛇剑法小有所成 元成智写信给师父 询问自己是否可以用金蛇狼军的剑法与武器行走江湖 虽然元成智并不贪图宝藏 但受人恩惠中人所托 元成智还是前往石梁 在一处客栈遇见了女扮男装的温家小姐温清清 并且随身携带数千两黄金 这是他从龙幽帮手中捡来的漏 龙幽帮主带人追来 温清清不是老前辈对手 元成智初出江湖满腔依 出手为他抵挡 帮主见有人撑腰也不再追究 温清清为感谢元成智将一半黄金强塞给他 元成智并非贪财之人 一路追赶至温清清家中 温清清见他来找自己十分欣喜 请他务必多留几日 此时的元成智还不知道 这里正是多年前金蛇狼军的死对头温家 温清清也是金蛇狼军恋人温姨的女儿 隔日三个青年男女来到温家 讨要被温清清带走的黄金 华山掌门一生收了三个弟子 大弟子同比铁蒜盘黄针 二弟子神权无敌归心术 这两位师兄比元成智入门很早 早已在外发展弟子 元成智看出他们使得正是华山派武功 摆出师叔身份出面调解 但三位华山弟子根本不信 纷纷出手要一事究竟 元成智也用出华山派武功指点他们 他虽年纪与三人相反 可华山派武功早已得到真传 上至内功心法魂元功 下至各种拳脚武器 无一不惊 出手轻描淡写 却又莫测威力 三人这才明白天高地厚 当即下败心服口服 那些黄金也是掌门赈灾所用 一时疏忽被温清清劫走 元成智温听此言 让他们先行离开 自己会讨回黄金交给他们 然而元成智没想到的是 方才他为了阻止双方争执 无意间用出了金蛇狼军的剑法 历史令温家家属起了疑心 接连派人挑战元成智 打斗声引来温家一众家眷 温清清的母亲温姨也在其中 为了试探出元成智的武功露术 家属甚至不惜亲自上针 终究确定他学成了金蛇剑法 气愤骤然剑拔弩张 不想元成智说出金蛇狼军早已身死 这个消息对于温姨来说好似晴天霹雳 当即气急攻心昏迷过去 入夜元成智来到后花园 温姨早已在凉亭等候 温清清也换回了女儿妆 温姨将往事全部告诉元成智 正当元成智要将藏宝图交给他时 忽然察觉凉亭上有人偷听 来人正是温家长老 温家知晓元成智得到了金蛇狼军的藏宝图 逼迫他闯温家五行镇 这时大师兄同比铁蒜恰好赶来 元成智见他手持铜笔铁蒜盘 当即上前拜见师兄 得知元成智即将闯五行镇 师兄打算自己先来试试水 让他好有机会看出破绽 元成智果然不负期望 很快就看出了五行镇的破绽 指点师兄脱离五行镇 随后胸有成竹自己入镇 多年来温家一直练习五行镇 还增添了一个八卦镇作为辅助 而元成智却是伸个懒腰直接躺下 因为五行镇变换莫测 想要破镇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这副姿态也让温家众人疲惫不堪 摸不着头脑 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出手 元成智当即以此作为突破口 五行镇被迫 温家众人再也无法威胁他 纷纷被他轻松击败 元成智将玉柴归还温清清 未料温家突失落手 温已挺身为女儿挡刀 未过树西便怅然离世 恰方哑巴叔叔将金蛇剑送来 眼见温家冷血至此 元成智也不再留守 施展金蛇剑法替金蛇狼军复仇 先前凭借一根玉柴 元成智便可激占温家众人 更何况如今手持九副盛名的金蛇剑 配合威力无穷的金蛇锥 所到之处敌人进阶身死 最终横行一方的温家化为飞灰 只剩家主重伤残废 当所有恩怨了结 元成智带走温仪遗体 准备与金蛇狼军合葬 自己也要跟随师父前往赈灾 电影也到此结束